绿山军今天带着六连胜的作客奥克拉和马城 半场结束还落后18分的塞尔蒂克一篮后 急起直追第四节后段两分多 中内打出一波13比2的攻势 反倒逆转战局中场塞尔蒂克后来居上 以101比94逆转气走雷霆队队收下七连胜 塞尔蒂克当家球星俄文 Kerry Irving此一手感不佳 上半场九投一众 在中场前二分钟才终于砍进一颗三分球破弹成功 打完上半场绿山军还以37比55落后雷霆 一篮后落后大半场比赛的绿山军急起直追 第三节结束已将差距缩小至落后4分 第四节中场前5分20秒靠着奥杰莱 Semi-Augley的三分球将比数追平 2分多周内打出一波13比2的攻势逆转战局 逐渐恢复手感的俄文下半场拿下22分 带领球队以6分差拿下胜利收下七连胜 持续战局东区龙头位置 俄文在下半场接管战局带领绿山军克服半场18分落后 在下半场逆转雷霆收下七连胜 每连社分享 俄文脚出25分五篮板六助攻二超结一火锅的表现 霍福特L Harvard三分球四投拳中贡献20分八篮板四助攻 雷霆CPR连线 今天只有两人表现发挥正常 乔治 Paul George攻下 全队最高的25分十篮板 魏斯特布鲁克Rossil Westbrook也有19分11助攻六篮板的双十表现 天瓜安东尼 Cormalo Anthony手感不佳 外线五次出手全部没中 十七投三中 金角出十七 6%的投篮命中率拿下10分 不过他抓下全场最多的14个篮板 似播剧场表面 观众